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外人博览经论 你要听闻佛法 他好不容易上到佛前 那为什么不好好听法 还对佛诽谤呢 打约 事事先已说 法身菩萨种种变化身已度众生 这里有几个回答 论主 提出第一个回答 这个是法身菩萨的 随应众生的根气 它是方便硬化 另外第二个回答是1105页 就是生文法跟大圣法所说不一样 就是有大小差别了 生文法说一生补出的菩萨 还会恶口罵佛 如果是大圣法的话 它说这是方便为众生 我们现在看智论的解说 它说这是法身菩萨 应激化身 法身菩萨它可以种种神通变化 有时候事行人法 它还视线肚子饿了要吃饭 冷了要穿衣 热了要开冷气 有老病 有老病 珍爱 称 称称慧或者欢喜 有赞叹 喝骂等等 除了种种重罪以外 其他小的 它也都做 就是在坏人看起来 一般人的行为 菩萨也都视线 下面就举这个典故 这是释迦菩萨以前的本身 释迦菩萨曾经有个时候 是当迦瑟佛的弟弟 他叫做玉多罗 他的哥哥就是迦瑟佛 智慧纯熟 不喜欢讲话 可是弟弟呢 叽叽喳喳的 智慧未背 可是多好论意 所以其实口才好的 不一定是有智慧 有的人像他哥哥 智慧纯熟 但是不多讲话 要讲那就是有意义的话 不说无意义 可是外人不知道 当时人以为 这个弟弟玉多罗比较厉害 他哥哥之后出家得成佛道 名为迦瑟 也就是迦瑟佛 弟弟就是玉多罗 就是释迦菩萨 那时候他是当言无敌王师 等于是当国王的国师 等于是他当国师 弟弟有五百弟子 他用婆罗门书来教授住婆罗门 婆罗门等不喜好佛法 那时候有一位陶师 就是做陶器的人 叫做南陀婆罗 他是迦瑟佛的五戒弟子 他得到三国了 这位陶师跟他兄弟都认识 是哥哥迦瑟佛的五戒弟子 跟弟弟也是好朋友 以其心善尽性故 那时候玉多罗 就是释迦菩萨 这个国师 乘金车 驾驶百马 跟弟子出城门 那这个陶师 他的好朋友碰到他 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 他说 你哥哥得到无上普敌 已经成佛了 我去供养 回来 那你很难得 有这么一个兄长 你应该好好去拜见 拜见佛 我现在跟你一起去 我们一起来拜见佛吧 这弟弟他心里想 如果我直接到佛那个地方去 那五百个弟子常随行 大家或许会想 弟子当生仪怪 你本来口才比较好 智慧比较殊胜 为什么反而你今天 去供养你的哥哥 那你去供养 或许有人会认为说 你是因为有亲属爱的缘故 你自己的哥哥 你弟弟供养哥哥 可是我们 也不是你哥哥的弟弟 对不对 你去供养 为什么要带我们去 那也产生一怪 那事实上 释迦菩萨他要 给这些弟子们 众得度因缘 恐破其见佛因缘故 为了要让弟子们 也能够见佛 助诸法实相 听佛开示 入无上方便 为了度弟子的缘故 而故意口出恶言 对弟子们说 大哥哥 说这个秃头人 怎么能够得无上普遗道 那他的好朋友 陶师听了以后 就好像装作发脾气的样子 就抓着他的头 拉着他 要去见佛 说你那道不清楚吗 事实上你的胸长已经成就无上普遗了 那当时的国法 你拉手 拉什么都没关系 拉着头 这个是重罪的 抓着人家的头重罪 有时候 这会判重刑的 严重的话要看头的 那他想 都要我去见佛 甚至自己的身体性命都不顾 应该是蛮慎重的 那一方面他也要度化地质 那就告诉弟子说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到底是不是我真的不清楚 那我们一起去看吧 是不是我的胸长真的正得无上普遗 那时候师徒 就大家一起去见佛 看到家设佛 放光 心里就很清静 大家就自然而然 就往前顶礼 在一面坐 而佛 就为他们说法 弟弟 玉多罗 就是释迦菩萨 他马上就得 五亮陀罗尼门 诸三昧门 接开 那么其他弟子 也花无上普遗心 玉多罗重做起 就告诉佛 我那时候就发愿 希望佛度我出家做比丘 家设佛说 善来 他马上就证明 杀门 以示方便顾 他是故意 献住二元 并不是说 毁谤佛 即使虚空可破 即使水可以做火 或可以做水 一生补助的菩萨 对于凡夫 他都不会产生 一面的称认性 而光是佛 优优独的 莫 他就不会 不会 优优独的 他就不会 优独的 优独的